马尔蒂夫4月21号举办国会大选 当然这个亲中的总统所属的政党 得到了压倒性的胜选 印度时报的报道就说 这次的选举是国际观察马尔蒂夫民众 对于这个穆伊组反应政策的重要测试 尤其他日前曾经强异的表示 所有印度的军事人员 必须要在5月10号之前全部撤出 所以换句话说 大家现在就关注的就是 马尔蒂夫到底要亲中还是亲印度 那影响所及包含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原本要到印度去的 不过现在因为也有人在解读 是不是因为这个部分 而推迟他的访问印度的行程 因为他不想卷入印度的大选当中 问一下丽将军 我回到前面那个 雷蒙东那句话很有意思 我一定要讲一下 雷蒙东说这个先进进变技术 中国仍然落后美国好几年 你知道当场他讲这句话 当场有一个记者问他一句话 他说是美国还是台湾 当然是台湾 他讲落后美国好几年 他就讲说那是落后美国好几年 落后台湾好几年 当场有记者就这样问他 雷蒙东当场这个脸色不太好看 对不对 事实上是落后台湾 我这个东西特别在那边讲 那马尔蒂夫你不要看这个事情 今天来讲的话 他以前是亲印的 他等于是在印度的后花园嘛 印度也一直把他当后花园 除了马尔蒂夫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斯里兰卡 这边也都是亲印的 但是最近来讲这两个国家 都把这个印度的他军队 或者警察都驱离 回让他们回印度去了 然后亲中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说中国可以帮他们完成 很多的基础建设 马尔蒂夫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岛国 而且这个离水平面都很低 如果说气候变现的话 很容易就被淹到 所以他们现在来讲 积极希望能够把这个岛 这个足高 垫高 然后人民才能够生活 避免将来海水如果说上涨的话 影响到他们生活 让他们人民土地完全被淹掉 那能够做到这个技术的只有中国 所以说马尔蒂夫势必要亲近中国 这是绝对没错的 那斯里兰卡也是一样 斯里兰卡 你比如说上个月 他这个总统是被中国用专机 接去见习近平 到北京去见习近平 而且用国事的礼节来招待斯里兰卡 这么一个落后穷困的国家 中国来讲用这么高规格的礼仪来接待他 面子给他失足 那为什么斯里兰卡要亲中呢 因为他很多的建设 大家都讲说债务陷阱 事实上不能这样解释 因为事实上是中国帮他很多 而是他自己刚好碰到通货膨胀 这些问题 造成他经济上的一个困境 但是他知道长久来讲的话 他国家的很多建设必须要看 还是要靠中国 那印度来讲的话 他重点像这两个国家重点是在什么 是观光嘛 第二个就是像斯里兰卡 大概还有茶叶 那能够帮他销售这些东西 让他的经营能够促进转活的 还是只有靠中国 所以这两个国家目前来讲 都靠中国来靠拢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两个国家很重要一个是什么 他虽然说是国家不是很有钱 虽然说只是一个岛国 但是他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印度来讲 他一直认为说那是他的后院 那如果中国将来要像是 所谓发展一带一路 像印度来做发展来讲的话 那他势必来讲 在印度洋这边一定要有落脚点 他的舰队或者他航运的船只来讲 一定要有修整整补或补给的这些地方 那斯里兰卡就马尔地夫 刚好可以提供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珍珠岛一带一路 海上的路线来讲的话 这两个地方刚好让中国的一带一路 可以完整的拼上这个拼图 我觉得说整个就地缘战略来讲 是非常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也是这两个国家来讲 对中国来讲 整个地缘战略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一个胜利 很大的一步一步级下在这个地方 根据了IMF的最新预估 现在呢 印度很有可能在2025年的时候 超车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的经济体号 当然主要是因为日元重变 日本的经济规模加速的缩小 那印度的卢比兑换美元的汇率 从去年初以来大致是持平的 好大家都说 印度是因为人口增加 所以经济不断的扩张 另外一个部分呢 则是要来看一下中国了 中国大陆2024到2029年 全球新增经济活动当中 大陆的占比即将达到21% 在七国集团当中占了20% 另外呢 美国占了将近12% 这两个问题一并来问韩兵哥 这是有可能的啦 因为最近日元真的贬得太厉害 对 所以他也因为这个状况 他现在已经掉到第四 因为他已经被德国超过 实际上德国的经济表现并不好 对 德国经济表现其实是负成长 但是问题是 他就是光是一个汇率就把日本打趴 那日元如果贬值了这个状况 没有缓解的话 那印度明年要超过他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那因为印度最近经济状况 其实也还不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是可能 但是问题是 印度其实是一直很有雄心壮志 他们甚至预计 十年之内他们要超过中国大陆 但是我是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不大呢 因为印度有他本身体质上面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新兴经济体 在发展期的时候 通常都会很强劲 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他就会开始停滞不前 比如说我们台湾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 我年轻的时候 台湾号称经济奇迹 每年成长率都是7啊8啊这样成长 那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停滞不前 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东西 把我们限制住 那印度限制他的是什么 印度就是他的整个社会结构 然后他的种族的问题 然后他的社会阶层的问题 这些东西如果不缓解的话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 我觉得印度差不多成长到 一定的程度就没有办法再成长 因为他内部的矛盾会越来越深 那这个是他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更何况印度的基础建设 跟中国大陆比是天差地 对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当你的经济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的基础建设没有跟上来 请问一下你的经济到底要怎么再持续发展 所以这个对印度来讲都是硬伤 他如果没有办法 赶快在短期内 至少把这个问题有个开端的话 目前能个开端都没看到 记不记得前两年 美国还说要帮印度建铁路 那你想想看 你期待美国来帮你建的话 那这个梦恐怕就 自己都铁路都乱七八糟了 美国自己都搞不定了 还要去帮印度建 这个没完没了 那大陆呢 当然一开始 本来很多人都看衰大陆 可是大陆今年第一季 经济成长实在还不错 很多人说中国大陆的数据不可信 可那个不是中国大陆自己沽 那个是国际在帮他沽的 所以表示他的经济还是超乎世界一般预期的成长 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活动还是蛮旺盛的 那在这种状态下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就是美国现在看起来 他的新增经济活动没有那么强 他主要是靠他自己的内需啊 这些东西在撑 可是他的新的经济活动反而减缓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警讯 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的领头羊 可是这个领头羊 如果慢慢他没有办法发挥 整个经济领头羊的功能的话 那未来他要在世界上的地位 特别是美国在就是非民生领域的花费如此之巨大 你看他的军费在 我看在两年他恐怕发展到一兆美金了 那个是很恐怖的数字 然后他在他自己本身负债那么高 他每年还利息大概就好几千亿美金 那请问一下这个国家到底要如何支撑 他的下一步发展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对整个世界局势 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